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兄弟兄姊妹 你们好 我是马建明牧师 今天我在这里特别去录了有几集的 或者这样讲 几个很简短的片段 去解释一下 在我最近一次的 港导的分享当中 讲到香港的明定 或者更加正确来讲 就是香港旧熟的明定 所以我趁着这个机会 我将几个分题 都是对于我们明白 这个旧熟的明定的理念 我再一次的 是去讲得比较清楚 我希望我可以讲得比较清楚 让大家在未来的日子 可以一起的去预备我们自己 去重建我们这个城市 再一次是将到上帝的心意 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 是可以一起的 这个城市去和上帝的心意去对齐 我们在今年的3月13到18日 有一班牧者来自不同的中派的牧者 我们有机会在过去的几年 透过这个微教会的网络 我们在香港去建立 去骗植这个Ecclesia 微教会 我们在过去几年的里面 发展得非常的快 我们微教会的出现 究竟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微教会一直在香港里面 好像是一种的新皮袋 去给弟兄姊妹 能够经历了圣灵的更新改变 在这个新的教会的模式的底下 能够可以更加的明白到上帝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心意 在3月份的我们微教会的一班核心的牧者 是来自不同的中派堂会的主任牧师 和他们的配偶 我们一起的去到新加坡 我们有一个退休 我们去求问主 有关于香港的命定 在那一次求问的当中 神祂将一些祂的心意去显明 给我们知道 或者透过以下的几辑 我尝试去解释一下 我们那时候一些的领受 这些的领受需要我们一起的去察验 需要我们一起的去祈祷 去活出来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很初步 我们在3月份的一些领受 我们当然回来香港之后 相信神 当我们一路走进去这个先知的旅程里面 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会明白 所以在这里第一辑我要讲的 就是香港的旧属命定 The Redemptive Destiny of Hong Kong 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 有一个神时时都提到的 就是列国 甚至在主耶稣 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那里说 猜显我们 猜显他的门徒 去洗万民 去作他的门徒 我们就特别很注重这一节的经文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给我们的大使命 猜显我们去到列国 猜显去到列国的里面 叫人去做主的门徒 我们发觉上帝的心意对于列国 是从来都是没有离开的 他都是很想去拯救 不愿意一人去沉沦 但愿万人都得救 令我们最深刻的例子 就是神猜显若拿 去到当时最邪恶的帝国 历历眉城 在那里去宣告神的审判 也都呼召人的悔改 神职地 历历眉城 圣经记载 上至皇帝 下至伸促 倒是披麻蒙灰的悔改 归向真神 这些是神对列国的心意 有一节的经文 令我们更加惊奇的 就在启示录 第21章第24节 以及第26节 那里说 列国要在这个城 即是新耶路撒冷的里面 的光磊行走 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 尊贵归于那城 好像给我们看到 在这个新城耶路撒冷的里面 列国那一个的特色 仍然会存在 列国那一个的荣耀 好像仍然会存在 但是所不同的 就是说到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就是主的同在 就是主自己 这个新耶路撒冷 就是主自己的同在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 归于那个城 我们就想到 会不会 在很远古之前的希腊 他们将到他们的荣耀 就是希腊那种的哲学的思维 去归于那个城 又会不会 现在我们所认识的美国 他们最骄傲的 就是liberty 这个自由 甚至他们在立国那里 有个宣告 不自由 无灵死 这些这样的 这个自由 这个荣耀 他们看来是他们国家的荣耀 去归向神 去归给神 又或者我们想起的 这些地上还有的列国 印度 中国 甚至小到的可能是 新加坡 又或者香港 作为一个城市 我们有些什么的荣耀 是可以 是归向神呢 所以 每一个的城市 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 都是有一个的席位 因为去到那一天 我们全部 都要的 将到我们的荣耀 去归向神 所以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你可以打开圣经 甚至可以翻查一些的诗经书 去再一次看多些 神对列国的心意 由列国的元气 由列国 如何被神去救赎 去到列国 在二畅书那里宣告 说 有很多的国民 他们要经历一个的复兴 去归向耶和华的山 去奔神雅国的殿 主将他的道 教训我们 我们都要走他的路 因为他的奋惠 必出于石岸 耶和华的言语 必出于耶路撒冷 原来讲到列国 他们奔向耶和华的山 也都在以词下书 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第四节那里说到 列国都不再打仗了 他们将枪 那时候变为念刀 也都不举刀 攻击这一国 攻击另一个国 他们也都不再学习 怎样去打仗了 给我们看到 列国在神的心中 是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列国里面的人 在列国的范围里面的人 神所做的这些万民 这些ethnal 这些ethnic group 这些每一个族群 这些种族 在列国底下 这些范畴的种族 都是神拯救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当我们说香港的救述的命定 就是说到神对香港这个城市 他的拯救的计划 而他这个拯救的计划 不是只是看香港一个城市 乃是整个神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拯救的传盘的计划 好 我们这一集讲到这里 在下一集 我会讲到 关于我们领受到其中一个香港的救述的命定 是什么呢 我们很快又见面了 你可以去继续去看 我所讲的下一集 第二集 就是香港救赎的命定 公义之城 拜拜 我们需要大家继续支持 IM的时光发展 扩展神的国度 邀请你透过以下的方式来奉献 网上银行转账 自动贵源机转账 邮寄支票 Payme手机应用程式 而在海外的弟兄姊妹可以透过PayPal来奉献 至于想索取奉献收据退税的家人 除了邮寄支票之外 都要记得将奉献证明 包括萤幕截图和个人资料传送给我们 记得截图需要清楚显示转账的日期 呼发商事工的户口号码 和奉献的银码 我们将于每年的4月发放奉献收据给大家 呼发商事工有一个YouTube频道 叫做Incubator Ministry TV 只要你打开YouTube 搜寻我们的名字就会找到 找到之后记得按订阅和订阅 最重要是按旁边的小钟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个直播提示 还可以随时重温 大家记得订阅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